隨著疫情降溫,安平做社會新年齡 將如期在農曆七室,告日八月十十九班 新年齡的劉庭按照顧列進行 並尊重中央風業規定,讓參加一種安心、歡喜重大人 現在已經降二級,所以我們的外長在八月十四 就是農曆七月七室,同樣我們台南市政府同樣 跟安平開台天佑宮來合作,同樣來拜祢 我們安平開台天后宮,今年就要開始辦這個十六歲的活動 那真的也很感謝民政局大力的支持 那也感謝盧主委他所帶領的一個團隊,來接下這樣子的一個重任 也讓所有台南市的市民朋友都可以看到我們安平開台天后宮 我們的實力是堅強的,我們來承辦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因為政府辦的外長就是折退了安全 因為他們過爐就有什麼?過爐就有防禦的措施 所以今天民政局局局長會加坐在家裡 局長會加坐在家裡 如果我們沒有防禦措施的話 待會他們兩個加坐在家裡 所以政府辦的外長會認為這是OK的,這是一個正向的 我也感謝民政局跟公訴 這樣跟我們盜持期 可以讓這個文化再次延續 也希望就像今天的記者會 我們的美貴好朋友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安平 安平是三百多年的歷史 做十六歲 有時候做十六歲的傳統 可以由十七世紀來講起 安平開台天后宮主委羅悠勒表述 做十六歲 一定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機會 會感恩到他的事大人,要跟他招牌 在這個正中的時間 他從今天做十六歲的那一開始 他要怎麼自己動立 要怎麼對我們的社會 做一個貢獻 這是他一生 跟他有一次 可以對他印象 他將來要走什麼路 所以我們這個安平開台天后宮 都做十六歲 參加的民眾 可以有安平的茶杯子 平安湖 嬰兒 頂新年來平堂拿 而且外公全定免費 歡迎九十四、九十五年 家的學主報名參加 當然是我們教授為 彩虹伯德 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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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